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对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他必须就是所谓好命人吧这样子的概念 要陪送的这样子的这种概念 但是一般我不确定为什么是有女生做 以前过往都是女生做 我很少看过男生做 只是近几年来才知道原来有男生在做的 我本身去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的时候 甚至也见识过一些是男生的 然后还是这个也比较年长的 然后大开眼界突然就眼睛亮了一下 男生也在做 而且也是口若咸和滔滔不绝的 什么都能够说 一出口就成章 当然也是有时候出口成章也是有的 但是搞笑了 为了搞气氛 我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你参加会一些朋友的婚礼 他们是没有这个送嫁的 送嫁娘或者送嫁哥都没有 那就可能气氛会稍微少了一点点 说真的会稍微少了一点点 会稍微逊色 对 稍微逊色 没那么好玩 因为毕竟如果当你有一个人 这样子在旁边说一大堆香言吉语的时候 甚至你可以就是那种 那种滔滔不绝的 可以每一个 就怎么说 有押韵的这样在说 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它是有在学的 我知道在目前为止都有一些 他们就在教怎么去做代卡的 是 那我们现场呢 也是很认识的 两位代卡爹 那就是有Jerry 耶 你好 大家好 我是Derry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位是Jerry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erry 你们是一个组合吗 Derry 我们可能类似Twins了 他还有Tom and Jerry 那不要叫Tom and Jerry 这个都很好玩了 我们是Re and Re ReRe Re Jerry跟Jerry ReRe 双Re 组合 对 那其实你们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OK 那我先说吧 OK 我本身Derry呢 在大型这些行业 从事了接近六年 六年 对 那Jerry呢 我在这个行业 做了接近两年 是 OK 那我有一点好奇 你们是怎么接触 代卡这个行业 然后什么样的想法 会让你们突然间想法 就是 我要投身这个行业 而且是我觉得 把它当成我的终身事业 OK 来 这个让我来先分享一下 OK 来 OK 来 其实呢 说到这个婚庆行业呢 其实我是个很巴婆的人 所以 为什么不是用巴公那个人 没有啊 巴婆就是让你听起来比较好笑一点 对不对 OK 就在我 其实我从小呢 我就对婚庆这一个 这一块就有一种很深的兴趣在那一边 就一直很有去研究的感觉 那么啊 当然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开始有朋友 开始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呢 我是不做兄弟的 我是做姐妹的 对 因为我很好玩 我也做过姐妹 我是好姐妹 你们是喜欢虐待人 对不对 就不喜欢做兄弟 虐待 虐待是超爽的 然后就反转的角色 对啊 就是我们这种像八婆的人做的 不是说你八婆啊 Villiam 我多你一倍 我十六婆 太坏了 三十六三十六 对哦 好的 之后呢 就当我在当姐妹的时候呢 我就慢慢就发现到 诶 大庆祭 其实呢 在 我就发现到呢 大庆祭 我发现很多ante都在做这个行业 对不对 是 我就发现到 其实大庆祭呢 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不如我先说爱吧 好 对 那爱来说的话呢 就是 这个婚庆仪式上 我们就不能少了他 就像Villiam你说的 就是他有着滔滔不绝的这个祝福语 让大家听之类的东西 就带动很热闹的气氛 那就是 让人喜爱的一方 那么当然 让人恨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就是 以前就是一个刻板的印象啦 就是在大庆祭呢 就是会 很凶巴巴的 就是 会吗 我会耶 我之前就是 我遇到的 就是觉得 很奥西朗灯的感觉 是是是 我也遇过 就是一直去 他就一直跟你说 不能玩了 然后我们大家没有开始玩 他就说要开门了 然后他那个脸就是告诉你 不要再玩了 他被收买了 对对 被兄弟收买了 其实 你做过兄弟吗 我也做过 我两边都做过 你十六位果然 一位八 一位八婆 对 所以就是我 就是他让我发挥不到 我八婆的本能啊 所以就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可恨了 对 之后 那么当然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有一次还是我朋友结婚 那时候也是做姐妹 之后呢 就在那个时刻 我的朋友 那个信仰车就 到了 抵达了你家 那么第一个下车的呢 就是一个老 Auntie 是个Dikemze 我就 Oh my god 又是一个Dikemze了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天呢 应该是 会很不好玩了 又会赶时间了 OK 我决定放弃了 就没想到呢 那个Auntie就突然间 很笑脸凝脸的告诉我 各位大家好啊 我是今天的大清姐哦 今天大家要玩得高兴点 有多过分玩得多过分哦 那么当然哦 记得照顾我的新郎哥就好了 其他你们红包 有多少的话就骗多少 有多多就拿几多 我就突然间呢 这个应该是被姐妹收买的 我就觉得 怎么啦 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就发现到 跟我以往所遇到的Dikemze 有不一样耶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没有想到 原来是可以有这样的东西耶 就这样呢 他除了这个 给我的第一个很好的印象 打破了让我对 以往的一些比较 脸黑黑的Dikemze 不一样之外呢 在我们游戏完成了之后 那么一般上 可能会有警察仪式嘛 对不对 那么警察仪式来说的话呢 都会是 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坐在一旁 可能吃东西 给伯伯之类的 吹水 对 之后呢 他就 突然间客厅就传来一阵 哗然大笑啊 很热闹的声音 我就觉得 我就发挥我爸婆 某人就跑进去看 发生什么事 原来是一个警察时刻啦 当然 我就没有想到 原来一个警察的这个环节 是可以弄得那么样的热闹的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就完全 原来Dikemze 是可以那么样有魅力的 所以就这样子呢 我就被那个 骗了我感情的Dikemze 就做了这样 变成我师父了 就是那一位吗 对 就是他了 所以是从那边出师的 然后那个时候 你第一份 能不能说就是你的第一份的这个工作 你第一次接Dikem的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情还有 你做得怎么样 你自己觉得 哇 我真的是觉得我第一次做到 简直是个师父级的 好有知性啊 脸皮好厚 对 当然 因为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 就是说 当然有没有当时 有没有一些 那心情上 有没有紧张啊 还是怎么样 还是觉得挺好玩的 我上台就好玩了 肯定是紧张的 为什么我说 我不如不要说到师父级了 我是对那一场很有信心 是因为 我觉得我功课是做得非常的足的 所以呢 有做功课 跟有很好的去练习 所以我觉得 就算是第一场的话 它可以让人家看不穿 是你的第一场 对 所以很流畅 对不对 对 那我要问Jerry了 你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样踏入这个行业的 我跟Jerry就比较相反了 相反 相反的意思是怎么样 让我来议议给你 其实我本身是 因为我之前在银行做工 然后Jerry那时候 他已经是做着大金这个行业 那么我时不时会跟他出去 那么有时候 他会在那边帮我洗脑 就说Jerry 你有没有兴趣来跟我一起做大金 那么那时候呢 我是觉得这个行业 还蛮好玩一下的 可是没有说 我很想要去加入进去 那么直到有一天 他真的是在拉拉拉我 那么我就觉得 好吧 我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反正自己也比较爱讲话 我也觉得 把祝福给一对新人 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直到 我在那时候 两年前就决定做一个 full time的时候 就Jerry 他就教了我一生的那个功夫 然后就是 就是其实我的 我的那个开山鼻祖 就是来自他这一边 就是把他的功力传授给你了 就有跟他出去 然后也是跟他学东西 是 然后就慢慢慢慢做 越做越久就发现 原来真的能够把一份祝福 送给一对新人 是一个那种满足感 是真的是非比莫能够形容 而且不单是祝福吧 可能就是把这个欢乐带给大家 对对 这个气氛 而不单是 因为一般上你看 你迎接新娘的时候 是玩得最开心的 可能就是说 姐妹和兄弟 但是敬茶 基本上是很闷的 对吧 那这样把这个气氛吵起来 过后 大家都觉得开开心 但整个回忆是很难忘 是是 尤其是当你受到 一对新人的肯定 还有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长辈 可能一开始 他们就有点对你有点抗拒 就是好像Derry讲的 抗拒 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对大金 那么等你的 那个整个仪式做完了 他们就觉得 这个大金 还满把欢乐送给大家 所以就那种 传家他们就对你很 很有善了 整个人就觉得 哎 你带开吃饭吗 你喝个夜没有 你喝水啦 你喝水啦 你是这样的东西 说这么多东西 喝多点水啦 然后就关买了 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慢慢的 就是Derry这样子拉我 就去到这边 这个阶段 那个我觉得落差挺大的 你本身的 之前的工作是银行 对对 这银行做的是 哪一个部门啊 我以前是做Tele Sales的 是做Sales的 都还是有在说话 对对对 还是在用嘴巴 还是在用嘴巴 考码好玩才干 就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 你说Sales和这个 你觉得它最大的区别 当然我知道 共同一点都是要在说话 对对 但你觉得那个区别 是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就是当你Tele Sales的时候 Tele Marketing 你是一堆 可能我一个人 跟着William你讲话 或是跟着Lydia讲话 就你说什么 都没有人听到 可能就只有第三者 就是另外一个公司 人的人听到而已 那么如果你是做主持人 就是因为我们大经 也是属于组织的一块 所以这个主持这一块 的那个演说 那个表现 那个presentation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你一说出去 就是全世界都在听你说话了 所以这个它的分别 就在这边 大经作为一个主持人 很重要就是那个内功 还有那个外功的表现 跟形式 一般上这个大经 的工作呢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唯一是就是说 今天一对新人 找到你们说 我需要一个代行者 或者代行 说代行 代行 总之我一个代行 那这个 它的正式工作 是在哪一个阶段开始的 OK 一般上呢 如果说 开始的话呢 会是在他们过大礼前 的可能是 一到三个月之前 我们一般上会先约顾客 出来见个面 我们也想谈一些 有关于 Action Day 大喜日子的细节 那么当然除了 这些细节之外呢 也包括了一些 中式婚礼 之前该准备的东西 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日子 就打个比方说吧 重要的日子呢 其实分为这几个 首先是过大礼 那么过大礼呢 也就是 相信大家听过吧 对不对 就只要听了 这个听好了 没费资讯 没费资讯 是 没费资讯 如果过大礼 那么来说的话呢 一般上就是属于一个 婚礼的 中式婚礼的开始 都是男方过大礼 给女方家的 对对对 就会给予 大家都听过聘金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聘金 也算是个deposit 对 我今天要买你的女儿啦 对 之后呢 就解释一些 有关于过大礼的细节啊 之后就是 安床搬嫁装 对 但是这个不一定有的吧 安床是 安床搬嫁装 我可以说 现在绝大部分都会有 绝大部分 对对对 之后就是轮到上头 那么上头 你刚才说有没有 我就上头现在 相对来说呢 超过50% 都可能会省掉这一块了 上头是书头吗 对 上头里程年里 对 是书头 我里面说都没 就要把他采取 会没有吗 那个是在出嫁 就是 结婚前一晚 对对对对 那个最近蛮多人 都skip掉了 直接决定skip掉了 为什么呢 可能就觉得 没有意思 不能说没有意思啦 可以是说 他们是觉得 反正收到之后 都是离迷的啦 不要这样 可能就是很多 现在就是倾向于摩登 就是觉得 能尽量 简单化全部东西 就觉得省掉 上头这一块 对对对对 那么当然 我刚才说的三个周 就轮到的就是 Action Day Action Day之后 就轮到的就是 回门 大家有听过回门吗 回门 三招回门 三招回门 对 三招回门 也就是代表 这一个婚礼的结束 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从 他的婚礼的 开始 过大礼 到他婚礼的结束 也就是他的 这个回门呢 由头 解释到尾多一次 在他婚礼之前 让他们有个心理 准备 他们该准备的东西 或者该做些什么东西 之类的 所以意思说是 就是总之 今天新人找你的时候 他是工作是在于 过大礼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做工了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 你们参与的这个工作是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比如过大礼的时候 你们需要做些什么 在这个书头的部分 需要做些什么 就是这个 能不能大概 稍微介绍一下 不用太详细了 大概介绍 你要详细 当然我们也不介意了 反正有人学 OK 那么一般上呢 其实 我们会是在 除了Action Day之外呢 刚刚所说过的 过大礼安床之类的呢 我们会担任顾问 顾问 对对对 并不是像 就是那个Action Day 搞笑 不是那种概念吗 也有 也有 其实可以说 是个选择性的服务啦 选择性的服务 那么当然 在顾问上的话呢 是一个 一定是要给他的这个服务 对对对对 那么在顾问上 我们会给他知道呢 你们该准备的东西 或者你该做的步骤 对对对 就是那样简单 应该怎么做 这样的类型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当然 如果你是认为 你需要我们在那边 帮你去主持整个环节 帮你带领整个环节的话 那么当然 我们会在那边出现 就是说可能未必出现 只是说就通过Advice 给他们知道说 你应该这样子做 准备这些东西 到时这个步骤 跟着做就行了 我们一定要在那边 但是如果你担心的话 我还是可以在现场去 服务你们吧 这样子概念是吗 那我知道 就是会跟着不一样的 那个籍贯 然后又不一样的 那些习俗的方式 对不对 就可能福建的 又不一样 然后广东人的 就是要给的那个 里能回礼的方式 也不一样之类的 有很大的区别吗 比如说像可能 潮州人 附近人 客家人 还有海南人 什么等等之类的 有很大的差别吗 他们在跟你说 每一个过程 都会不一样 OK 其实呢 我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小异在哪 小异可能是在 礼品上的一些分别 对对对 我就打个比方说 是 OK 可能大家都听过 可能是郭大理 有送酒 色酒 大家听过吗 送色酒 对对对 OK 是一定要送的吗 这个 对对对 无论什么奇怪 大 几乎全部都是要 几乎 对 那么当然 广东人呢 一般上在送色酒的话呢 会是送两对过去女家 然后其中一对呢 是女家回给男家的 那么在一般上呢 福建人或是潮州人 他们的做法呢 会是送一对色酒过去给女家 之后女家会把那一对色酒收起 之后他们会另外回一对橙水给男家 亏了 你这么想吗 直接送两瓶威士忌 到那边去 然后拿回两瓶橙汁 和女儿 和女儿 和女儿也拿过来 对对对 所以那个 你所谓色酒是这样威士忌那些类型的 对对对对 一般上可能在中文里面 他们叫骰骰骰 但是那个字是毒色了 这是骰骰 但但可以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这个酒代表着什么意思 OK那么当然 长长久久 还是我帮你灌醉 那么就是我的了 穿个吗 帮我灌醉 OK 一般上的礼品上 都是讲求一些好意图 都是那个谐音 谐音 对对对 那么在色酒来讲的话 我们讲 有声有色之类的 喜喜羊羊羊 羊走羊走 所以是好意图 对对对 不是好色啦 你这么想吗 那在整个不同的这些机关 他们你遇过的 有没有些什么比较 哪一个机关最难搞 Jerry 你以为说的话 有一个机关 你看这个 真不坏的 把这个不好的 推给你去谈 没有 大家有一个 心理答案 其实我们也是有 讨论过这个东西 不如我说 比较容易的啦 我遇过的 我遇过的籍贯里面 我们从容易来排名 我们不用排名 容易的就好了 最容易的 我个人是认为说 籍贯里面 客家人是比较容易相处 最容易相处 比较容易相处 我是客家人 对对 当然我不是说 别的籍贯他们不友善 只是说他们比较讲究 在那个礼节上面的那个要求 就是客家人不讲究 不是不讲究 他们是比较让你去把这个 就是客家人比较随便 可是客家人很吝啬不是吗 客家人很吝啬 是吗 对啊 我听就是客家人都很吝啬 不会啊 我觉得我和我也都很大方 我的师傅也很大方 大概请我吃早餐吧 等一下他拿receipt给你 刚刚你说到像客家人吝啬 其实我不觉得 为什么 可能客家人有个让人刻板印象 就是省吃俭用 客苦耐劳 对对对 吃得了苦 所以那时候娶了客家妹就好了 对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我在婚礼上呢 派最多红包的是客家人 我说到最多红包的是客家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百块分 一百分来分 OK也好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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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有incentive 对对对 呃 就是 然后就是谈到那个 呃 机关那边 那么我认为呃 就是客家 他们会比较呃 让你去解决 然后让你去决定 你所要的东西 就是不会要求太多 对对 可是我如果我以我个人的精英 当然我没有dary那么丰富 可是我个人认为 现在就算是别的机关 可能以前他们比较讲究 可是现在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就是他们已经是会把这些礼仪传统都交给你去做 所以就看得出大金 他在这一个假取仪式上面 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东西 刚刚dary也说了嘛 就是可能有一些环节 他们会会省略掉 他们不再做了 但是大金这个行业 他其实是 把传统的东西延续下来 对不对 但是明明有一些 我觉得有点矛盾 当你把传统的东西延续下来的时候 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又乃去掉 那这样子说起来 其实以现今来看 根据你们两位的经验 现代人 华人会不会还真是很在意这个传统 因为像刚才dary也说了嘛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交给你去做就算了 但是有些东西他们要省略到 所以从这一点上 他的矛盾点是存在的 那两位怎么看 现代华人在假取的时候 他们会对这个传统的西书 他们会有一种想保留的心态吗 还是说反正也不关事了 有就做完没有就算了 反正最好也简单就会好 那如果这样子 它就变成是一种 跟传统有一个冲突存在了 我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根据你们的过往的经验 还是你们有很坚持说 你以后要顶而走 如果不还要走 不吼一头啊 你们有这样坚持吗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那么一般上呢 刚刚我就说过 可能会skip的 可能是在一些婚前的仪式 就打个比方说上头 他们觉得省略到 可是我就发现到 其实很多新人呢 会在acturedate的这个礼仪上 仪式上呢 几乎都不会要省略 也不会要skip 他们现代人 我发现到还蛮注重在 大喜日子的这个环节的 在你说可能 不知道如何去进行的话 就聘请我们嘛 对不对 我只能说 他们还是会注重这一块 所以就聘请我们在那边 但是在一些传统礼节方面 就是说他们会不会 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讲有 我在说另外一个 可能有冲突或者有矛盾 他们就说 我知道的不是这样 我阿妈 我阿妈的过程都不会跟他们走的 然后做你们讲的东西 实际上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有没有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存在 这种冲突 Jerry你有遇过吗 其实这种冲突我们是会有遇到的 就是说 可是 是有遇到 可是我们是认为说 就算我们遇上跟我们师父教的 那个礼仪不一样 可是我们都会去遵从那个家庭 他们的做法 所以是跟随他们的这个意见 但是你们会advice他们 对不对 会先给他们 我们多数 因为我是从Daring那边学回来的 所以就是会先跟他 劝告他 就一般人会这么做 就是我们是这个做法 如果你是有另外一个做法 我们会尊重你家庭的做法 就打个比方说 我们做过一个 要那个发膏的 这是什么地方了 要发膏 吃的发膏 不是他头发的发掉 对那个是在Sungai Bilei Sungai Bilei 对 我们都有做过一个地方 叫Sungai Bilei 那么这个地方 那时候是 要给那个发膏 就是从男家去女家 还是去男家去男家 我也忘记了 可是就是那个发膏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发膏 然后发不起来 他发不起来就不要了 因为他要大赚他发 对不对 所以是男家拿去女家 然后女家呢 就是要在那个圆的发膏 切个四方形 然后放一个小的发膏进去 再拿回去给男家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变成一个回礼 那是他们地方的习俗吗 对 来说到这一个呢 我就可能有些补充 就是有句话叫做是 就是每个小地方 都有自己的条例 都有他自己的条例 虽然打个比方说 可能大家都是福建人 是 可是可能有些做法 就偏偏是有不一样的 就打个比方说 刚才说的那个发膏之外呢 我就想起一个case了 在把生的一个小村庄 我真的忘记了 我真的忘记了 他就告诉我们 他们那边的上头的方式 OK 他们会 男家会叫新娘子 去到他们 把他们载到去男家那边 两个人一起进行上头仪式 对 就是在同一个地方 一般上是男女不能相见吧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很特别的 这个case 他就说 我就告诉我那个顾客 就说 那一般上呢 会是分开做的 那对他来说 这个就对我来说 是就很特别了 就不一样了 就 所以就是有一种 有一些不一样的冲突 一些case的study不一样 那刚刚他说的 那个发膏的case嘛 对不对 我就把这个case 因为之前是在 我刚刚出道不久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这种奇难杂症 我就 立刻打顶完满功夫 问我的师傅 我师傅就说 我也没有遇过 感谢你告诉我 你自己撞伤了 我做了十年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人家这样子说 对 所以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一个 standard proceeded sop 那么当然 在你的地区 或者可能你 你家有你自己家的习书的话呢 我们会尽量的去配合你 OK 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忠质 还是就是无伤大眼 然后大家都开心吧 对 对对对 你结婚是你家的事情 你结的不开心的话 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 不是一个家 结婚就是你们家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们最重要是 你们结的开心 对不对 就是你们有自己的习书 等一下 如果你们以后婚姻不幸福 怪我的话怎么办 也对 就是当时没有做足 这一个 这一个 主要呢 还是跟随他们 好 那我们先进一首歌 休息一下 过后呢 我们再继续谈更多趣事 对 更多趣事 好的